好,我们接着来看这个线程的同步 前面我们讲到了同步代码块 来去实现这个代码的同步 对吧 第二种方式呢 是我们可以用一个同步方法 也可以来实现这个线程之间的同步 那前面呢 我们在看这个集合的一些圆码的时候 是吧 我们发现 比如说像这个hash table 还有这个vector 是吧 里面的方法呢 好多都是什么 同步方法 同步方法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例 我们打开代码 比如说我们在这一块 我们需要同步的这一块代码 我们可以把它怎么样 抽象出来 把它注册掉 把它复制 我们把它抽象出一个什么 方法出来 可以吧 好,我们在这呢 假如说我们写一个 这个方法 叫做private 然后呢 synchronize 是吧 然后这边呢 我们叫做一个方法 比如说我们就叫做 method 一个方法 可以吧 好 然后把这个代码粘过来 粘过来以后呢 这边这个同步代码块 我们就不要了 是吧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是不是也不要了 然后呢 把这个代码给打开 打开 然后我们给它格式化一下 format code 就把它 把这段代码 我们放在一个什么 一个方法里面 是吧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二种 这个是 同步方法 是吧 好 那我们看到 同步方法 然后呢 我在这个判断 这个位置 这里 是吧 我就直接调用这个什么 messet的方法 是吧 那它可以同样达到 这个前面实现的 这样一个效果 跟效果是一样的 是吧 效果是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结果 运行一下 你看还是 8 9 7 6 3 2 1 0 是吧 同样也能达到 这个效果 OK 那我们看到 这样一个效果 用这个同步方法 来去实现 我们说 同步 一定是要去同步一个 诶 这里怎么会输出一个负 负1 输出一个负1出来的呢 判断什么 诶 啊 判断没有了 哪个判断没有了 写那个 外头了吧 没有 写在里边了 大于0 我看一下 如果是tag他大于 然后又减减了 0 大于0 是1的话 是吧 1 就应该是减一次呀 减一次的话呢 这个tag 怎么会等于 负1呢 对吧 我们再运行一下 应该是多减了一次 是吧 多减了一次 减减 出来以后再减减 应该也是负1 是吧 0 其实有一张负1哈 有一个负1的话 我看一下这个tag我们求完以后啊 你看我们减减完进行一个输出是吧 嗯 输出那这个tag应该是要等于多少的时候我们才会去 这个循环不会被执行呢 等于1 嗯 0的时候就不执行了吗 等于1的时候是吧 如果tag等于1的时候 条件成立 条件成立 那么进到这个方法是吧 进到这个方法 然后呃我们就这样去减减 减减完了以后 哦 应该是这个判断他重新进来了一次 嗯 是吧 因为这个判断可能两个县程都进来了 嗯 是吧 就两个等于1的时候两个都进来了 都进来了 然后只是不过他执行了一遍以后呢 下一个县程又重 就不用判断直接执行 嗯 是吧 对 直接执行 所以说才导致了这样一个问题 是吧 导致这样一个问题 OK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就需要把判断也得放到这个 这个 呃 看一下同步里面来是吧 对 我把判断也要放到同步里面来 放到这儿啊 这样的话它就没有问题 要不然的话呢 它依然还有问题啊 嗯 OK 走到这儿 然后呢 这个判断这个方法 我们就怎么样了 我们也注视掉是吧 嗯 注视掉 好 然后呢 我就直接在麦 在这个货行 循环里面去调动它 就可以了是吧 诶 OK 我们再跑一次 嗯 再跑一次 9 哎 好 现在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啊 嗯 好 没问题啊 OK 就正常了 好 我们把判断加着来啊 因为这个是两个线程 如果是两个线程都已经判断过了 是吧 判断过了 呃 第二个线程是在 是在这个方法这里等待 是不是 对 方法就等待 那 呃 那同步方法 你觉得会同步哪个对象 同步当前对象 哎 没错 同步方法 它同步的锁是锁在哪呢 我们说它必须有个上锁是吧 对 哎 它跟这里加z的效果是一样的啊 也就是说同步方法 它也是同步的是什么 对 同步的对象是什么 当前对象 哎 就是我们的这个 z 是吧 嗯 就是我们的z OK 就这么去实现了 所以大家以后看到 只要在方法上加上这个synchronize 这个关键字 那么这个方法就是一个 是吧 同步方法 是吧 就是一个同步方法 OK 这是第二种啊 这个实现的这个方式啊 实现的方式 好 我们再看 继续看啊 第三种方式 哎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叫lock 这个锁是吧 对 lock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里来搜索一下啊 这个API lock lock啊 这是一个接口 对不对 对 他有三个实现类哈 三个实现类 这个一个是 这个是分别单独是写 一个是读的 是吧 嗯 一个写 一个是 一个读写 一个读 一个写 是吧 一个读一个写 然后这个叫做什么 Lun Chant 是吧 LunChant Lock LunChant Lock 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一个 也是一个叫做 你看看啊 LunChant 实现呢 提供了比Singronize 方法和语句 可以获得更广泛的 锁的一个定义操作 那它允许更灵活的 结构化 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属性 并且可以支持 什么多个 关联对象的这个 Condition 是吧 呃 不同的这个 这个操作的方法 是吧 嗯 操作的方法 它可以提供我们去 调用 对这个地方 它没有啊 是在这个 Log 这个接口里面 定义的 是吧 Log 这个具体的类啊 具体的子类里面 来去定义的 定义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 它可以求 这个是不是已经被锁了呀 去获取锁呀 然后呢 这个 呃 我们可以去 呃 做一些判断啦 是吧 对 一些更细节的一些 对同步的一个处理 那Synchronize 是不是就 完全做不到啊 对不对 它就只是在这 加了一个同步锁 啊 比如说这一块 啊 这一块 你只如果是加 同步代码块的话 就在同步代码块 里面的代码 出来以后 就是 它的这个 锁的释放 是必须在代码块 出来以后 才会释放的 对不对 嗯 那同步方法更是了 必须等这个方法 结束以后 这个锁才会释放 是吧 对 才会释放 OK 那lock呢 它的结构化 更加灵活 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 哎 假如说 我们还有一个方法 对不对 嗯 还有方法 叫Message2 啊 我不加这个同步代码块 这个呢 我用什么来实现 我用这个 lock 来实现 同步 是吧 对 lock来实现同步的话呢 我可以怎么做呢 哎 它这么做的 啊 首先我们需要有一个锁 是吧 嗯 它就不是锁这个单单对象了 啊 不是锁单单对象了 它要锁的是叫做 Lay 呃 我们这个类叫什么 我们这个类叫 哎 它具体类啊 叫做 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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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定一个Lay 对吧 嗯 来定一个Lay 这个呢 需要倒一下包啊 OK 倒一下包 然后另一个Lay Trend Lock 你先构造出一个这样的一个叫互赤 这叫互赤锁啊 叫互赤锁的意思 这也是一个锁 这叫一个互赤 互赤是什么意思啊 互相排斥 互相排斥呗对吧 嗯 互相排斥的意思 互赤锁 OK 然后呢 我要在 它这个比较灵活了 它你可以在你想要控制锁的地方啊 去 开始 同步 然后开始同步 比如说我在这儿是吧 嗯 我要Lock里面 我就通过点Lock方法 这个地方就是什么 就开始这个锁定的意思了 是吧 嗯 开始获取这个锁了 啊 开始开始锁了 啊 然后你什么时候就要打开 什么时候打开 你就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判断 是吧 比如说我什么情况下成定的时候 我就释放锁 什么情况下的时候 我就不释放锁 是不是 你可以很灵活的去控制 因为这个锁跟解锁 都是由你代码来去控制 而不是由这个什么 由这个方法来去控制 或者是代码块的大过号来去控制 嗯 是不是就显得更加灵活了 嗯 对吧 哎 那我们就可以加上不同的判断条件 啊 假如说我这个没有没有判断条件 简单的话呢 我就是这个走完了以后 是吧 嗯 走完了以后 我怎么办 通过这个Lock点 Unlock 这就是什么 解锁 解锁 最一定要这个方法 是吧 这是释放这个锁的意思 啊 释放锁的意思 就是说由这两句代码来去决定 它的什么 做锁的一个作用范围 是吧 嗯 作用范围 并且我可以加入各种不同的条件判断 在哪个地方去释放这个锁 嗯 是不是 它就显得更加的灵活一些 是吧 显得更加灵活一些 明白了吧 对 它是 它是这样去实现这个处理的 啊 实现这个处理的 那最好呢 我们可能配合这个try catch来去实现这个问题 是吧 比如说我在这个try这里 然后又加上finally去释放这个锁 嗯 对不对 嗯 这样的话呢 可能会 呃 让这个锁可能一定要怎么样 要释放掉 是吧 要释放掉 如果你没有这个的话呢 你加上finally 是吧 嗯 这样的话呢 我就保证我这个一定会释放是吧 嗯 因为进入到try快以后最终会执行什么 finally finally嘛 这样的话我就呃避免这个这个什么 如果没有释放的话 会什么情况 就会是死锁 我们就叫死锁了 所以为了确保一定啊 这个锁会释放 那我就加入这个try 是吧 嗯 然后在finally里面去释放 这样的话它就一定会释放了 是吧 嗯 那一定会释放不管这个呃 泡泡异常什么的有没有问题 那最后最最终还是会释放这个锁啊 避免这个什么 这个死锁啊 避免死锁的问题 好吧 这种呢 就会更加的灵活 是吧 更加灵活 OK 好 我们这里总结一下 然后呢 呃 实现同步的三种方法是吧 嗯 三种方法 我们看一下第一种使用什么 使用同步代码块是吧 对 代码块 代码块 第二个呢 是使用同步方法 是吧 嗯 同步方法 第三个呢 使用lock 诶 使用 这个lock 是吧 嗯 使用lock 那这种呢 会更加的 灵活 灵活 是吧 更灵活啊 更灵活 的代码 控制 是吧 更灵活 代码控制啊 三种实现方式 都是OK的啊 都是没有问题 好吧 这是我们同步的一个实现 啊 所以大家注意的这些话 是啊 多线程共享数据 那必须使用 同步啊 必须使用同步 OK 我们来看一下同步的准则 说当编写 synchronize 块时呢 有几个 呃 简单的准则 我们可以遵守一下 这些准则呢 在避免 思索和性能危险的 呃 性能危险的 这个方面呢 会有呃 很大的帮助 是吧 很大的帮助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几种情况 第一个呢 说 使代码块 保持什么 减短 诶 不把随线程变化的预处理和后处理 什么 把不随线程变化的预处理和后处理 移除 synchronize 块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什么意思呢 能能理解吧 嗯 就是说 呃 让你的这个 如果你要用这个 synchronize代码块的话 嗯 就是说跟这个同步没有关系的代码 不影响代码 就不要放在这个 同步代码块里面 为什么呀 就让这个 同步代码块 这个呃 代码更简洁 更短 这样的话 它执行的这个 呃 效率会更高啊 嗯 因为同步 它肯定会带来什么 性能的一个牺牲 是吧 对 性能的牺牲 所以这大家注意啊 呃 多线程 共享 数据 啊 共享数据啊 会有什么 安全问题 是吧 嗯 那我们要说 必须使用同步是吧 嗯 使用同步 可以解决是吧 解决安全问题 但呢 同时 会什么 产生 会牺牲性能 是吧 牺牲 性能 来换取安全是吧 同步是这样的啊 由于牺牲性能来换取安全 所以 啊 所以呢 我们这个 同步 的代码块 这里 包括 方法 跟那个 锁啊 三种方式都一样的啊 所以同步的代码块 要怎么样 剪辑 要尽量 保持 减短是吧 保持减短 对吧 把没有不相关的啊 把不随 什么 这个 数据变化 相关代码的 移除 是吧 我们说 移除 这个 同步块 对不对 移除 同步块 为了确保 它这个 这个性能的问题 是吧 影响 影响性能 好 第二个呢 说不要 主色 例如 input stream read 这个方式 不要主色的 什么意思呢 呃 不要 主 不要主色 是这个色吧 不要主色 为什么不要主色 能想没有吗 主色不就是 思索 对 如果是你主色了 这个代码就没法继续往下走了 那别人就一直在外面等了 对吧 就是说 你 你不拉屎 你还站在坑 你在里面蹲着 对不对 你蹲在里面 然后你又不拉 对吧 然后一直在让别人一直在等 那别人都拉哭当了 对不对 你还不出来 是这个意思吧 就沾坑不拉屎嘛 对不对 这种嘛 所以你不要去 这个 不是说你把毛坑给堵了 对不对 你不要站着呢 然后呢 很长时间 然后你又不干活 是吧 对不对 是这个意思 不要主色 这样的话呢 让别人没法执行啊 是不是 所以这里指的是累的什么意思呢 因为累的是一直在会会造成主色 会在等待 是吧 会在等待 除非说你这个县程只有你一个县程在那等 那跟其他没有关系 那那无所谓 对吧 因为就你一个县程在执行这个等待 其他的运行都是别的县程在走 那你就 你等待就没有关系了 如果你这个等待是需要多个县程同时来执行的这个代码 那你就这样做的话 就会 就会可能产生这个这个死锁的情况 是吧 第三 在持有锁的时候 不要对其他对象调用方法 这句话呢 说的比较绝对 是吧 非常绝对啊 非常绝对 什么意思呢 持有锁 不要对其他 对象调用方法 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 我们来看这个代码 假如说 这个同步方法 我在这个调用同步方法的时候 是不是把单元对象给锁了 对 把单元对象给锁了 如果在多县程里面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如果这个时候你去调用了另一个对象的什么什么方法 另一个对象的什么什么方法 的话 如果那个对象也是一个同步方法 也是个同步方法 那可能你就要注意一下 你就要注意一下 为什么 因为那个对象的同步方法 有可能要或许 那个方法 所在的那个对象 属 是吧 他的锁不释放 那你这个方法也无法 释放 无法继续往下走 是吧 你就一直在这儿等着 等着他释放 是吧 那如果他也等你 你也等他 那完了 那两人就死锁了 是吧 死锁就是不会报任何错误 就代码就死在那儿 在尬呢 对吧 尬呢 就卡住了 没法继续往下走了 是吧 所以这个是相对来说说的比较绝对 比较绝对 就是说 你可以加一个条件是 持有 在持有锁的时候 不要对其他这个不要对其他对象调用他的这个同步方法 是吧 避免调用他的同步方法 那可能呢 这样呢 会更好的去避免你这个代码不会出现死锁的这种情况 好吧 这是这样的 所以说同步 它是一个什么 双刃剑是吧 双刃剑 它具有带来这个安全性的 问题是吧 同时呢 它也会牺牲性能 但是呢 同步的太多 又会什么 出现死锁 是吧 又会出现死锁 OK 那死锁的情况 是什么样子的呢 什么样子的呢 OK 我们下一节给大家介绍一个死锁的一个案例 给大家了解一下 什么样叫做死锁 好不好 好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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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